见过票房败的 见过口碑铺的 就是没见过导演前一天说不在乎 第二天就破房的 暑期档的尾声 院线发生了很多事 比如徐征的逆行人生遭遇争议 被观众讽刺富人半穷人赚钱 还有朱一龙的夫妇的正大热倒造 金鸡影地址划来了七千万票房 粉丝现场骂片方 而另一边 好莱坞电影一行 夺命剑又逆势翻盘 凭借RG一刀未剪的原味恐怖 拿到了暑期档主导权 给好莱坞上了一课 但要论节目效果 这些电影都是小卡拉米 下面这位才是重头戏 《红楼梦之金玉良元》 两亿投资 二十年心血 换来一次打水漂 这部电影的精彩都在电影之外 明导出品 两亿投资 二十年布局 最后换来原先一日游和漫天差评 票房败了 结果导演急了 再设媒质问观众到底谁瞎 事情是这样的 本片由胡梅导演出品 他可是拍出汉武大帝 雍正王朝 乔家大院的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 2005年 就在李少红马上要开始筹拍剧版《红楼梦》之前 胡梅导演就曾放话要将《红楼梦》搬上大荧幕 胡梅哪知道 这次改编过程如此艰难 光是剧本就经过了整整十一年打磨 一直到了2016年才送审 2017年选角 2018年开机 后来进入漫长的后期制作与审核 一直到今年8月16日才上映 从2005年起草剧本 到2024年终于上映 这部电影耗舍20年时间 总投资高达2亿 光是选角就筛选了超过2万人 确定演员后还专门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培训 制作方面也是准工业级别 光是场景就搭建了40余处 总之就是妥妥的大制作 20年心血 2亿投资 终于到了与市场见面的时候 可一经问是立刻见光死 作为一部投资高达2亿的电影 金玉良元首映日只有169万 这个成绩还不够同期电影的一个零投 第二天排片立刻削减一半 几乎是上映一天就被判了死刑 截止到发稿前 该片上映5天 总票房445万 而预测总票房也仅有600万 这600万在算上36%的片方分成 到手才216万 虽然也不少了 但对于两亿投资来说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简单来说 就是两亿真金白银打了个水漂 成绩炸裂 口碑更炸裂 金玉良元的评论区非常和谐 放眼望去几乎全都是差评 甚至都是一星连二星都很少见 有网友看完后为李绍红感到高兴 胡梅之后 李绍红版的红楼梦 再也不是最烂的了 而金玉良元之所以走到这一步的原因 除了魔改原著 剧情流水帐被原著粉索不齿之外 最大的槽点莫过于选角了 作为四大名著中最难啃的作品 现在很少人读过《红楼梦》的原著了 对影视剧也并不熟悉 但有一个形象深入人心 87版本的林黛玉和贾宝玉 一个是若柳福峰 我见尤莲 一个温润如玉 故盼生辉 尽管我们也不知道曹雪芹心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到底涨什么样 但在87版的影响下 陈小旭与欧梁奋强的形象早就与角色深深绑定 而后世无论多少角色 也都逃脱不掉对他们的效仿 所谓注意在前 后者再来也很难超越他们 但能做到差不多也可以 可问题是 这俩选角也太离谱了些 金玉良元从首版预告发出后 就遭受了铺天盖地的差评 网友吐槽的火力集中点无一例外 全都是对林黛玉和贾宝玉选角的震惊 这是林黛玉 这小鼻子小眼再配上这令人瞩目两颗大门牙 以前的林黛玉让人感觉清冷高贵 而这版的整体气质总感觉哪里和宋小宝很像 我只想带着妹妹去玩蹦极 她的尖叫声一定很刺耳 再看贾宝玉 欧阳奋强的扮相是养尊处优的顽固 但也有调皮可爱 令人心水 而这一版直接致敬于羊 本来脸就够长了 还要加上高高的发际 虽然形象上比宋小宝版林黛玉好了些 但这现代感也与《红楼梦》的整体气质不符 剩下的演员也都是歪刮裂造 行不被审也散 电影史诗集扑街 导演破防连发多调射媒 金玉良远走到这一步 完全是市场规律使然 电影质量太差 观众不喜欢 虽然残酷 但这就是答案 可问题是观众买了票被吓一跳 一肚子气还没撒完 导演先破防了 本片上映前 胡梅导演先是在首映会上大玩松弛感 说电影上映第二天自己就出国 票房爱多少多少都随他 不知道是有自知之明 还是纯粹的内心强大 反正这一波言论倒是挺唬人 后来电影上映 口碑票房遭遇史诗级扑街 本以为胡梅导演看开了 至少不会影响到他 没想到扭头就变了脸 8月19日就在金玉良元几乎咽气的时候 胡梅导演在个人设没上大发长文 他说这部电影票房不行 口碑扑街 是因为有人恶意攻击 言外之意就是不承认目前的成绩 他认为这部电影不应该有这样的口碑 而且在文中末尾 他还专门点明了两个账号 要用法律手段捍卫电影 好家伙 替自己的作品开脱也就罢了 干嘛还要堵住观众的嘴啊 难道评论也不能自由吗 接着又发了一条 称林黛玉那张照片是被恶一批丑的 而且还会对发布者和转发者追究法律责任 而接连发布两篇后还是不解气 他又发布了电影的预告 配上了一句颇有情绪的质问 胡梅演瞎 这个妹妹真的很丑吗 说白了就是说自己不瞎 这林黛玉不丑 那瞎的人是谁呢 你自己琢磨吧 本以为这是一时心血上头 没想到今天还有续集 胡梅在今天突然连发多条金玉良元的剧照 配文都是同样的一句话 一天发了四条 而且全都是林黛玉饰演者 他依然对网友的评价耿耿于怀 而同时 细心的网友发现 胡梅不仅连续发布多条 设媒为电影 以及林黛玉的外形辩解 他还把在2023年 自己发布的一条作品 集紧顶置在了首页 里面详细记载着胡梅生涯的各种作品 以及成绩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先是说电影成绩差势被黑 又说林黛玉的丑是屁的 再说自己不瞎 林妹妹不丑 最后把自己的往日成绩顶置 这一套组合全下来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句话 我胡梅是大导演 成绩有目共睹 这部金玉良元成绩差势有人恶意攻击我 电影质量没问题 林妹妹也很美 说她丑的人都是 以上均为作者一响杜传 反正这前台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想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先说自己不在乎 后又破防完春秋笔法 而对于胡梅导演 网友的评价倒是很直接 她破防 为什么焦点放在演员身上啊 的确 胡梅这样折腾 反复针对林黛玉丑不丑的问题和网友斗嘴 到头来只会扩散问题 加深网友对林黛玉外形的审判力度 网友在批评一部电影时 原本是对整部作品的方方面面提出不满 但令人费解的是 为何最后所有的指责都集中到了林黛玉这个角色身上 仿佛她一个人承担了总部电影的所有问题 这种现象 让人不禁为林黛玉叫屈 胡梅导演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显然有所不妥 作为一部电影的导演 她应该承担起作品的整体责任 而不是让某一个角色或演员成为众矢之地 毕竟 电影是团队合作的成果 责任也应由团队共同承担 古语有云 输人不输阵 这句话告诉我们 在面对失败时 要保持风度 勇于承认不足 电影拍得不够好 我们承认 下次努力改进 争取拍出更好的作品 人爱 胡梅导演的连续发声 非但没有为电影挽回声誉 反而让自己成为了网友攻击的对象 这种行为实在是得不偿失 一方面 导演的个人形象受损 另一方面 电影的口碑也难以挽回 更重要的是 这种做法让林黛玉这个角色 背负了太多不属于她的责任 这对演员和角色都是不公平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当反思 如何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找到平衡 让电影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同时 也希望胡梅导演能够吸取教训 今后在处理类似问题时 更加妥善和公正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为电影事业的繁荣 做出贡献 文字幕志愿者 带 真是 他故人 在诱惑中